暑期先时旺季的销售即将进入尾声 为了求业绩可以持续成长 现在全家积极抢攻中秋节庆的商机 全家表示中秋礼盒的整体预购量 已经比去年年成长可以超过10% 同时直接在店内贩售的水果礼盒 也呈现翻倍成长 因此看好第三季的业绩表现 可以持续攀上高峰